太阳探店良心推荐 今天来了广区门 这是一家回忆店铺 为什么是回忆店铺 因为当年我跟摄像小妹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来这吃了饭 而且那好像是我们俩第一次吵架 然后一边吵架一边吃饭 虽然点了很多 但是摄像小妹没怎么吃 不过味道还是很好的 所以今天故地重游了一下 这也算是老北京比较有名的一种吃饰饭 对吧 炸花椒盐 跟炸香川一样 只不过它现在应该是保留起来的了 然后蘸椒盐吃 这个花椒盐的味儿已经不重了 就更多的还是这种菜叶的味儿 这个比较一般 但是吃起来还是比较粗脆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重点了 大连火烧 这也算是一种北京比较有名吃饰饰 看给的这个盘 对吧 长条形的就是为了让你吃大连火烧吃的 我们点了三种 反正每一种都很便宜 一两三个 一两三个 12块钱一两 一两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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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边这个皮 你看 还很硬 然后里头是整整一条的馅儿 非常的实在 哇塞 肉香味很足 这大连火烧也算是一个北京比较有名的小吃了 但是不太多了已经 因为说实话北京的小吃现在都比较实微 咸儿料非常多汁 然后这边的皮很酥脆 然后这边的皮还是很有韧性的 所以吃起来很爽 这边是猪肉浑香的 这个 这个是我们点的猪肉尖椒香菜 闻上去就是尖椒香菜的味 这个我觉得肯定好吃了 哇 尖椒香菜的量 还有猪肉就很足 而且这就是做成丸嘛 对吧 这么大一条 肉条了 这个不是肉丸了 这也好吃 就是这大连火烧一般都比较腻 再蘸点醋 这也算是北京特色了 藕盒对吧 他们家有茄盒有藕盒 但是我没点茄盒我点了藕盒 哎姐 哎 北京消费证能用吗 什么 北京消费证 用不了 用不了 这个也比较坑了 馅儿比较少 但是好在价钱比较便宜 确实是家里炸饵盒的味道 但是感觉没有家里的炸饵盒 这个料池子 西葫芦鸡蛋 这种软软的 它就一看就不是肉的 肉的就应该是 帮硬 有点弹性的 这种就一看就是素下 又嫩又香 这西葫芦鸡蛋还真不错 外皮焦脆 馅儿料丰富 而且还价格便宜 搭链火烧在北京真算很便宜了 然后主要还是这家味道很好 因为毕竟在北京卖搭链火烧也不多 然后味道很好的也就更少了 对吧 所以有机会的话 然后在附近 对吧 广区门瞧边上 对吧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尝尝 那边老成一锅 跟这搭链火烧是通的 对吧 你可以点个搭链火烧 再点一锅羊蝎子什么的 也不错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 太阳大链 北京特链 哪家庭 家庭贫 北京韩许大洋 拜拜